後一大集的今天沒有妳 是神秘幹掉的 她有看到妳長髮嗎 有 那下次會邀請她去球場看完整版嗎 可以可以 她可以來啦 但我還是希望她可以早日找到新的對象 妳不想要跟她介紹對象 我覺得不會 她害到別人 蘭蘭為此事 想胡瓜情嫁 聚幫張立東找對象 這是蘭蘭 這也是蘭蘭 啦啦隊女生蘭蘭以長髮 新造型亮相出席活動 由於和大集合錄影狀起 特別為此高價 那《綜藝大集合》今天沒有妳 是神秘幹掉的 不是 不是 是因為我今天剛好要來參加 全日會 這個記者會也非常的重要 像大集合她也是 致力在推廣運動賽事上面的 你不要太吵了 今天是特別有跟我們老大請假說 我今天要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所以希望她可以就是 就是見諒 下禮拜還會有 我也會 我也不要擔心 所以本來我下禮拜還會在 對對對 不會這麼快被取拍 蘭蘭發出性感摔髮跳舞影片 自稱蘭莉莎 才短短一天 觀看數就高達34.2萬 因為球場要表演個人球的關係 然後要讓大家耳目吸引 我的造型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長髮的人設 跟我本身的個性會有點 小衝突到 因為本身比較偏地 有點像血腥那種感覺 我很不習慣 我洗頭就寫了半小時 吹頭髮吹了一個小時 等於說我這個頭髮 對不起 所以簡單來說 妳不留長髮就是因為老 對 因為像我這三天的球材都下禮 然後我們都是淋雨的狀態 在跳一邊 然後淋雨下來 那頭髮越來越重 越來越重 我會覺得有人在後面拉我 這樣 我覺得還是短髮比較輕鬆 她有看到妳長髮嗎 有 她說什麼 她有傳那個電視轉播的影片給我 妳要妳立刻刪掉 我沒有立刻刪掉 我有點進去看了一下 但那個內容就是說 我已經表演完了 那蕭子會邀請她去球場看完整版嗎 可以可以 她可以來了 但我還是希望她可以早日找到新的對象 希望她的人生可以幸福 發給她 就是祝福她 因為她其實就是人也很幽默 然後其實對我們周遭的人都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她認真找的話 可以好好地找到另外一半 妳想要幫她介紹對象 我覺得不會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點奇怪 是因為我跟她就是算好朋友 那如果再介紹給我的好朋友的話 她會不會 就是交友圈會不會有點太複雜 希望她可以如果找的話 可以盡量找圈外人 或是 跟妳不太認識的 對 就比較不會尷尬 所以妳理想起來是大骨牆朋友的 對 沒錯 那如果現在跟我就是 求婚的話 真的會給妳結婚 哇 大家的笑容很勉強